爸爸开车抵达养父家时,恋爱看着穿紫色蓬蓬裙的少女对我说, 圆圆,我们全家跟小子感情很深,一定不能送他走。 我扫了小子一眼,那个鼻孔朝天的女孩,从头发丝到脚趾根,都打扮得一闪一闪,像极了被抚养起来的骄傲小公主。 事情是这样的,刚出生不久,我在医院被人调包了,十八年后被人找上门来认亲。 见我一声不吭,妈妈以为我看上小子的裙子,不耐烦张口。 圆圆,你土里土气的,以后不能乱碰小子的高奢公主裙。 嘿嘿。 养父家有三个哥,我从小跟他们上树掏鸟蛋,下河抓肥鱼,不爱穿行动不便的裙子。 大哥是金矿大佬,专门找巴黎设计师给我按季节私人定制。 可我最喜欢跑跳方便的裤子。 没想到,亲妈居然闲土,真不知是谁的见识糟糕。 上车时,我被人踩了一脚,立马调剑反射蹬回去。 小子若不禁风倒在地上,摔了个狗啃泥。 他哭哭啼啼道歉。 圆圆妹妹,是我不小心踩到了你,都怪我不好。 哇哦! 网瘾少年二哥,小学四年级,开始横扫各大网站。 从小说里,总结出甄别人性的方法。 半娇弱,博同情。 这不是绿茶怪最喜欢的套路吗? 我还没以茶制茶,亲生哥哥临追抢着出头。 小子,别跟这种粗鲁的人道歉,他不配。 见我云淡风轻,半点不恼,他倒生气了。 小子是我最疼爱的妹妹,别以为凭血缘关系,就能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 我扑哧一笑,瞧他脑子不好使的样子,肯定是被绿茶玩得团团转得大冤肿。 回去路上,我不想聊天,干脆闭眼休息。 爸爸以为我睡着了,握着方向盘安慰小子。 宝贝,我没想到多年前的寻人启事被人翻牌。 要不是怕落人口舌,不会把圆圆接回来。 妈妈赶紧附和。 是啊。 我们花了很多心思把你培养成名门淑女,不是一个香叶丫头比得上的。 临追激动得口沫横飞,喷到爸爸脖子上。 小子,如果这土妞敢欺负你,我一定打抱她的头,帮你出气。 我嘴角微勾。 这是在上演相亲相爱一家人吗? 其实,我能理解爸妈为什么喜欢小子多过我。 经济学上有个词,叫沉默成本。 他们在小子身上已经投资了不可回收的时间和金钱。 还让她拍过广告,让小子成为有一丁点知名度的花季少女。 哪里是我这个在山嘎拉长大的女儿赶得上的? 但爸妈不知道,他们会在村里见到我,纯粹是养父的安排。 当年,养父是在河里捡到我的。 年幼的我,肺部感染得很厉害。 他请来了多位医学泰斗轮着急救,才把我从死神手里抢回来。 见我小小年纪吃尽苦头,三个哥哥对我特别好。 但养父不放心。 每年寒暑假,都让我回山里呼吸新鲜空气。 终于抵达目的地。 爸爸用怜悯的目光看着我。 圆圆,你以前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吧? 热水器会用吗? 有一说一,这群傻瓜蛋找上门来, 也不打听打听养父家的情况吗? 大哥是金矿大佬就不提了。 二哥是科技新贵。 三哥是天才小提琴家。 他们身份不凡,但一个个都是媚控。 大哥早就在城里帮我买了一套500平的大别墅。 二哥帮我安装了自带黑科技的昂贵家具, 连浴缸温度都是声控的。 还有被娱乐圈千方百计想挖去出道的三哥, 在地下室弄了个小型演奏厅。 一带着机会,就强迫我欣赏一票难求的小提琴独奏。 我只好用同样怜悯的目光看着爸爸。 实话实说,这是我住过最小最寒酸的房子。 妈妈的脸抽动了一下,显得很难看。 林椎和小子对视一番,眼神充满鄙夷。 爸爸不愧是见惯风浪的生意人, 适时转移话题。 圆圆,你在村里长大,读书应该很差吧? 虽然高三只剩下学期了, 但希望你好好冲冲,考个三本回来。 小子是重点班的学生,有空让他辅导你。 妈妈大声拒绝。 不行,万一耽误小子时间怎么办? 林椎附和。 烂泥就是烂泥,怎么辅都是上不了墙的? 对不起,我忍不住笑了。 二哥读书时期很厉害, 基本霸占年级榜首, 常年居于垄断地位。 这样的苗子注定保送清北, 而我在他的强行辅导下, 也成为了清华的保送生。 学不学都无所谓。 要不是二哥说, 人生重在体验, 让我感受一下有亲爹亲妈是什么滋味, 养父才不会再冲刺高考关头让我回来。 爸爸喊了一辆计程车送我到学校。 他说, 小子要值日, 你妈开宝马送他, 所以没等你。 我眼皮没抬上了车, 心想等满十八, 一定要把驾照考了, 不然大哥送的马沙拉蒂, 只能放在车库击沉。 来到教室。 小子被人众星捧月围着, 他们不怀好意看着我。 小子, 这就是你新任回来的妹妹啊, 长得比你逊色多了。 别这么说, 我妹从小在村里长大, 不懂得穿衣打扮, 土点也正常。 哟, 原来还是个土包子呢。 小子微笑, 从包里掏出一盒点心。 大家尝尝, 是我妈让我给你们带的。 我挑挑眉, 他们一个个抢着捧臭脚, 原来是妈妈替小子在张罗打点关系。 可是, 妈妈想过我没有。 流落在外十八年的女儿, 在她心中半点分量都没有吗? 不闻不问多年就算了。 失而复得, 也没觉得愧疚。 我摇摇头, 把乱七八糟的想法从大脑踢出。 有人兴奋跑进来。 我在校门口, 看见心静顶流灵端了。 她从劳撕来撕下来。 不愧金融大鳄和国际女明星的儿子, 长得帅绝人寰。 小子, 听说你去凌家参加过宴会, 她对你亲眼相加。 小子娇羞一笑, 跺跺脚撑了句, 讨厌, 别乱说了。 我强忍着被嗲嗲音震出的鸡皮疙瘩, 努力思考。 为什么凌端这个名字, 好耳熟? 完了, 该不会是上次为了替三哥出气, 被我用怂恿二哥在网上摆了一道的灵端吧。 人一旦做了亏心事, 是硬气不起来的。 我悄咪咪想从后门开溜, 可好死不死。 迎面撞上一张不容侵犯的金贵冷漠脸。 灵端拎住我的衣领, 声音沉沉。 我说过, 绝地三尺也要把你挖出来, 想逃。 我跟灵端会结怨, 都是因为三哥。 小时候, 我喜欢咿咿呀呀唱歌。 三哥为了给我伴奏, 愣是从两根弦的二胡, 玩到四根弦的小提琴。 一不小心, 就成了天才小提琴家。 有次, 我被某个展示音乐才艺的综艺圈粉, 威逼利诱他去报名。 出世的才华, 外加肤白俊美花见花开的超高颜值, 让三哥圈了大波粉丝。 他们非常热情买通稿, 把他吹捧到能跟顶流灵端媲美的程度。 这下子, 灵端的粉丝们不乐意了。 觉得三哥没啥作品, 只会站在舞台上剧木头, 凭什么跟灵爱斗比。 那阵子, 他们一窝蜂堵在三哥出入的角落, 骂他没有自知之明。 乱砸我送他的天价小提琴, 还害他差点出车祸。 我气急了, 让二哥想办法黑到灵端的电话, 想让他处理疯狂的粉丝。 谁知, 我打一次, 这次挂一次。 最后干脆把我弄进黑名单。 这下可好。 我一个没忍住, 把灵端的手机号码挂在咸鱼, 又弄了一堆穿逆的高档女装, 低价出售。 买家们禁不住打折的诱惑, 一天几十个电话打给灵端。 有砍价的, 有问亲包不包邮的, 还有好奇宝宝问, 为什么是男人接电话, 难道他是变态女装大佬? 哈哈哈哈。 总而言之, 灵端被气得七孔冒烟。 不过, 他家有钱, 通过我的手机查到名字, 还放话说, 绝地三尺非找到我不可。 我尽量用无辜的眼神看着灵端, 心想冤架见面, 该怎么收场? 灵端唇边琴着一抹冷笑, 我顿时觉得脊背吹来一阵凉气, 老实说, 我不是怕他, 而是怕了他背后的亲妈粉, 姐姐粉, 女友粉。 就像此时此刻, 他单独把我拎出来, 已经惹来好多同学八卦探头探脑了。 他们议论纷纷, 怎么回事? 新来的土包子居然搭上顶流, 传出去是大新闻啊。 我看是男神想上厕所, 路过想找人问问吧, 别刻意解读了。 这时, 小子走了过来, 懒然看着灵端。 灵哥哥, 又有好久没见了, 没想到你会来我们学校参加高考。 灵端轻恩了一声, 我左看看他, 又看看他, 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这哥哥妹妹还叫上了, 挺亲热的, 看来关系非同一般了。 小子盛气灵人看着我, 圆圆, 你怎么刚到学校就得罪灵哥哥了? 快跟他道歉, 否则我回家向爸妈告状。 我心中清潮, 绿茶的柔弱小尾巴, 这就不装了。 我正要驳斥他, 那只狗眼看到我得罪人时, 腰窄腿长的灵端, 朝我靠近。 他低下头在我耳边低音几句, 扑面而来的少年感和控制欲, 莫名融合得很好, 让我耳根发红, 也让围观的女生尖叫。 我的后背, 煞时感受到一道道羡慕极度恨化身的胸光, 灵端却勾纯一笑。 怎么样, 我的提议, 你只能二选一。 灵端这狗男生, 居然查到我被保送清华, 想逼我辅导功课, 让他以专业第一考上电影学院。 据说, 这是灵妈妈和铁杆们的热切期望。 如果我拒绝, 他就满热搜, 故意抹黑我, 一脚踏两船, 缠他和三哥不放。 标题都想好了, 素人女高材生, 同时劈腿两大顶流男神, 用来抱我挂他电话号码到咸鱼之仇。 我惊呆了, 好一个腹黑的美男子, 真是太小看他了。 三哥觉得艺术至上, 一心玩音乐。 不想让大哥在福布斯排行榜上的事, 不曝光家人信息, 更不敢对外公布我是他妹妹, 免得被疯狂黑粉盯上, 永无宁日。 我看着灵端俊美无比的脸, 咽了咽口水, 补习就补习吧, 反正饱送生闲着也是闲着, 不过, 长得帅的男生, 智商不会太差吧, 就这样, 灵端成了我的同桌。 耳边不断传来 女生们妒忌地掰断圆珠笔的声音, 文具店老板又有的转了, 轰轰烈烈把我拖下水后, 灵端还晚起迟到早退这一套, 美其名曰, 不想堵了同学们的放学路, 我眼睁睁看着她先走, 下课后, 一群女生围了过来, 小子嘴唇抿得很紧, 但就是不说话。 也对, 绿茶的重大特征之一, 就是挑拨别人当炮灰嘴涕, 而自己装无辜站在一边, 果然, 离她最近的小红对着我插腰瞪眼了。 喂, 乡下来的土包子, 你是怎么勾搭顶流的? 我眼都没抬, 小红气得踹我凳子, 我算好时间站了起来, 她一个重心不稳, 撞到桌子上, 哎哟哎哟叫唤起来, 小子掺住她, 莺莺莺发出控诉, 圆圆, 你怎么可以伤害同学呢? 小红只是关心, 你跟灵哥哥是什么关系, 我怂怂间, 没啥关系啊, 怎么可能, 灵哥哥对你另眼相加, 是不是他以前见过你, 你缠着他不放? 他胡周的话越多, 灵端的忠诚女粉们就越气, 小纸故作好心劝我, 别一个人霸着灵端, 免得成为众矢之地。 我朝他笔信了一下, 凑到耳边低语, 好姐姐, 我不想的, 但灵端对我一见如故, 一见钟情, 这样的盛情, 实在难缺啊, 小子妒忌的脸色发白, 刚才在教室外, 我就留意到他看灵端的眼神, 分明是少女怀春, 又得不到回应的单恋模样, 其实小子想当灵端同桌, 直接开口就好了吗? 但他非要祸水东引, 把我架在舆论风口, 想让我知难而退, 主动让位, 做人一点都不实诚, 那就别怪我拿到捅心窝子了, 放学回到家, 小子提起灵端来学校的事, 妈妈兴奋抓住他的手, 宝贝, 虽然你俩只在灵家宴会上见过一面, 但不妨碍抓紧一切机会跟他吵CP, 多蹭人气啊, 我扯扯嘴角, 什么吗? 在学校一口一句, 哥哥叫得那么亲热, 原来只是片面之交啊, 跟我从小理解的魅控哥哥, 完全不一样, 小子咬着筷子看向我, 妈妈, 我也想, 不过, 圆圆一上来就抢了灵端当同桌, 看他那委屈巴巴的模样, 好像被我一脚踹掉 飞升一线小花的大好机会, 爸妈脸色灯石大变, 他们给小子规划好的人生路线, 是参加一考, 将来当家喻户晓的女明星, 哪里容得我破坏分毫? 扑! 我忍不住为绿茶的表演, 喷出一口精彩的汤, 汤汁一滴不浪费, 全泼在挥着拳头, 准备替小子出头的林锥身上, 不好意思哈, 我捂着肚子捧腹, 半分歉意都没有, 林锥弯了我一眼, 狼狈回房换衣服, 爸爸面色不太好看, 圆圆, 你刚从乡下回来, 不懂得城里的人情事故, 林端是站在金字塔尖尖的人, 不是你招惹得起的, 妈妈也露出嫌弃的表情, 别什么都想跟小子争, 你们起跑线不一样, 绝不能消想不属于你的东西, 我惬意掏出手机, 翻开林端发来的好友申请画面, 爸妈不敢相信, 丙刘怎么可能主动加我, 林锥换好衣服出来, 见小子委屈哽咽, 板着脸拆台, 苏媛媛, 做人别太虚荣, 你不能用小号造假, 营造跟林端关系熟络的假象, 她还自圆其说, 小子, 别想太多, 林端肯定是怕传出绯闻对你不好, 才选了谁都不会妒忌的乡下野丫头当同桌, 爸妈松了一口气, 显然是认可了儿子的说法, 哦, 原来你真的叫不行一屋子装睡的人, 叮了一声, 妈妈手机进来了短信, 她看完后激动万分, 宝贝小子, 记得带我们参加凌家宴会的礼副导演吗? 她说, 黑色月光马上要开拍电影了, 黑色月光, 我耳朵动了动, 爸爸眼中略过狂喜, 是那本横扫各大书成榜的火爆小说吗? 妈妈点头, 投资方下了血本, 准备精心打磨充奖项, 传闻男主角是灵端, 女主角迟迟没定, 李副导演准备去小子学校挑好苗子呢? 林锥瞪大眼睛, 小子, 这部剧未播鲜活, 要是你能当上女主, 肯定能一炮而红。 我的白眼翻到不能再翻了, 小子只是拍过几个广告和短片, 没演技没名气, 就想成为大暴剧的女主角, 幻想完吃多了吧, 不如洗洗睡呢? 梦里什么都有, 我放下筷子, 期待神贤离开一槽子乱七八糟的人, 李副导演来得很快, 女生们非常激动地在教室补妆聊天, 见灵端没来, 小红带头奚落我, 喂, 乡下来的土包子, 这辈子都没见过别人选演员拍戏吧? 拜托, 养父家的大哥知道我喜欢包肥造具, 特地成立了一家影视公司, 我爱看哪本小说, 他就买下版权, 找人开拍, 一线明星的现场对手戏, 我都懒得去看, 会对没经验的素人视镜感兴趣, 李副导演不知怎么想的, 跟学校申请把视镜地点设在我们班教室, 说是让女主现场来一段上课片段更真实, 一个大富翩翩的中年油腻男走了进来, 看到小子, 李副导演笑容可居, 过去搭话, 小子用对着镜子练了一百遍的浅笑盈盈问好, 逗得李副导演心花怒放, 小红芒不迭奉上彩虹屁, 大导演, 您真有眼光, 小子是我们校花, 超有观众缘的, 捧臭脚团纷纷附和, 就是就是, 看小子的脸长得多天生励志, 他就是吃这行饭的, 导演请认真考虑哦, 我扫了一眼, 心想涂了半枚硬币厚粉底的小子, 跟天生励志有毛线关系, 小子见李副导演不时偷描我, 咬牙把我拉过去介绍, 导演, 这位是我乡下出来的妹妹, 您看他有没有资质进娱乐圈呢? 李副导演出身农村, 但一心想洗掉过去, 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听见乡下二字, 他原本对我有两分兴趣的脸, 顿时情转多云, 小子, 土味很难洗, 寒酸的亲戚要藏好, 免得将来被人挖黑料时, 会被阿猫阿狗连累身份, 小子更高兴了, 哪怕李副导演的闲猪手, 故意搭上他的腰, 也没有反抗, 我刚想反唇相机, 灵端萨气卷着一阵风进来, 女生们亮出星星眼, 灵家在娱乐圈的江湖地位很高, 连李副导演也尚赶着拍马屁, 可灵端谁都没理, 一来就抓住我的手腕往外走, 众人发出土拔鼠尖叫, 好像磕到了什么痴情霸道总裁, 拯救弱小无辜女主的剧情, 真是没见过世面, 不过, 灵端到底想干嘛? 我被带到教学楼的天台, 灵端把我给他刷的蹄地了过来, 我对了一下答案, 什么吗? 正确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几, 需要哪门子辅导了? 莫非, 他接近我, 别有居心? 见我一脸警惕和怀疑, 灵端呼得一笑, 他拿出印着黑色月光字样的剧本, 这部小说的内容我是知道的, 故事围绕着被抛弃的女孩和上流社会的男孩展开, 看似玛丽苏的设定背后, 埋下了若干条令人择舌的复仇黑线, 仿佛乌云给皎洁月光蒙上一层黑纱, 有着完整的悬疑推理链条, 也有着治愈系的纯真爱情, 充满治愈感和凄美欲, 小说一问世, 就为列畅销书榜首, 一时火遍全网, 可以这么说, 不管谁来演, 只要导演不要拍得太拙劣, 都能让演员爆火, 看过没? 嗯, 觉得这部小说怎么样? 也就勉勉强强吧, 灵端深息, 一口气问道, 知道是谁写的吗? 我眨眨眼睛, 不知道啊, 作者没公开路过面, 小说得奖也没去参加, 神秘得很, 灵端眼底的探寻意味更浓了, 见他目光灼灼, 我的脸蛋莫名烧得厉害, 只好转移话题, 你真的是男主啊, 他挑挑眉, 怎么, 不信我能演好, 我顿了顿, 眼里露出算你有自知之明的调侃, 灵端温热的气息喷了过来, 不信, 你给我等着, 回到家, 小子不再装成虚伪姐妹话, 他冷冷看着我, 苏媛媛, 你跟灵哥哥到底什么关系? 灵端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我带走后, 女生们脑补了一千部男神爱上丑小鸭的离谱剧情, 他们对我又是羡慕, 又是嫉妒, 听到跑篇的舆论, 小子更气了, 他都找人买好通稿, 想炒作跟灵端的CP关系, 哪想到会被我搅和, 我也很无奈呀, 谁知道灵端葫芦里卖什么东卦, 还害我差点掉了马甲, 小子难掩怒气威胁, 你离他远点, 不管是爸妈还是灵端, 你都抢不过我的, 我堆起假笑看着他, 以为人人都像你这样, 抱着垃圾当宝贝疙瘩呀, 灵端就不提了, 像爸妈这种唯利是图的亲人, 有什么值得好抢的, 我会跟他们回来, 只是想看看亲生父母, 会玩什么花样, 会冷情到什么程度, 恰如二哥所说, 人生那么长, 多体验不同的生活, 对增长见识有帮助, 我收拾睡衣去浴室, 发现有个遥控器, 放在架子上, 刚才, 小子在浴室待了好长时间, 替三哥挡过黑粉的精力告诉我, 事情可能没这么简单, 我关掉灯, 打开手机照相功能, 发现屏幕上出现一个红点, 我的唇角挂起不屑的笑, 明抢不成, 想玩音的, 我马上把情况告诉给二哥, 他在电脑一通操作, 很快查到小红发给小子, 关于购买微型摄像头的记录, 还有一番不堪入目的对话, 小红, 远远真是欺人太甚了, 明知道我跟灵哥哥是先认识的, 他居然出手来抢, 小红义愤填膺, 小子, 我最讨厌强姐夫的绿茶婊, 最好让他受点教训, 小子用绿茶树寻寻善诱, 可我堂堂正派千金, 怎么跟诡计多端的乡下丫头争呢? 小子, 你别急, 一定有办法的, 哎呀, 你不知道, 圆圆每天在浴室待很久, 不知是不是对着镜子练习勾搭男人的方法, 小红如他所愿, 灵机一动, 狗仔不是最喜欢偷拍吗? 你也可以弄个微型摄像头, 拍下他洗澡的照片威胁, 小子故作震惊, 不好吧? 你忘了吗? 我们初中用过这招对付不爽的人, 最后啥事都没有, 小红, 你太聪明了, 我有一条没穿过的新裙子, 改天带给你, 记得把摄像头买来哦, 看着小红发来的OK表情, 我脸上露出一丝闲雾, 差一点, 我就要被人直播看洗澡了, 电话那头, 二哥更是气得快, 宇宙大爆炸, 什么狗屁货色, 居然敢拿我妹的清白做文章, 圆圆, 别怕, 二哥现在就去扒这两人的黑料, 让他们彻底射死, 我不紧不慢拦住, 别急, 我现在没造成什么损失, 杀伤力不够大, 他们这次没得逞, 肯定还有后招, 二哥依然忧心忡忡, 你搬回大别墅住吧, 我替你把大门看得牢牢的, 保管连一只想作乱的苍蝇 都飞不进来, 我扑吃一笑, 郁闷的心情顿时烟消云散, 从小到大, 三个哥哥都是这么宠我的, 有一次, 我调皮从树上摔下来, 疼得掉了几颗眼泪, 大哥背着我回家, 三哥往我嘴里塞零食, 二哥自责没看好我, 到家后蹲在地上哭, 哭得比我更厉害, 打那以后, 只要我上树, 他就会站在树下, 随时伸手来接, 想到这里, 我心头暖暖的, 然后若无其事般, 把遥控器泡到肥皂水里, 直到里面的摄像头暴废, 小子捏着湿答答的遥控器, 从浴室出来, 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 他应该猜到, 我发现了摄像头的秘密, 索性把私逼搬上台面, 苏媛媛, 你挺有能耐啊, 彼此彼此, 双方的眼神在空中交汇, 都挺有杀伤力, 这时, 爸妈从外面回来了, 小子马上变脸, 装出被我欺负的柔弱模样, 有气无力测躺在沙发, 妈妈不由分说斥责我, 圆圆, 你又做了什么, 惹小子不开心? 小子将来是要当大明星的, 别等来不及抱大腿才后悔, 小子浮在妈妈怀里, 胜利是朝我一笑, 我根本懒得理会, 反正二哥会盯紧小子的一举一动, 强弩之末, 看他能嘚瑟多久, 在我准备回房时, 爸爸张了张嘴, 圆圆, 马上就是小子跟你的十八岁生日了, 我们准备宴请客人, 到时请李副导演和同学参加, 知道了, 我头也不抬离开, 心里纠结死了, 该怎么跟大哥和三哥解释, 今年生日不能跟他们一起过, 一想到哥哥们会往五百平大house, 投放堆积如山的珠宝和昂贵礼物, 作为小惩罚, 我都替他们钱包肉疼, 爸爸为了大摆排场, 选择去知名的如意五星级大酒楼半生日宴, 出门在即, 他把宝马开出来, 妈妈, 小子和哥哥仿佛约好一样, 齐刷刷把位置占满, 临追轻蔑一笑, 坐不下了, 副驾放小子要换的昂贵礼服, 你自己打车过去吧, 我丝毫不恼, 撑, 你们那么多人挤一辆小车, 我还怕二氧化碳超标, 影响智商呢, 临追气得嘴角歪了, 论毒蛇, 他哪是我的对手, 只是一个被绿茶下骨的大灵脑残粉, 砰的一声, 我用力把车门关上, 妈妈打了过量剥尿酸的脸, 差点震出表情包, 见他们妈妈咧咧走远, 我掏出手机, 给大哥打了个电话, 没过一会, 三辆劳斯莱斯组成的小型车队, 赫然出现在眼前, 带着白手套的司机打开车后座, 看着车上摆满从巴黎定制的奢华裙子, 红宝石项链, 还有大牌护肤品, 我扯了扯嘴角, 要不要这么大阵仗? 这时, 相亲相爱兄妹群, 有消息谈出, 大哥百忙之中, 发来年年诺诺的关爱, 宠妹的语气, 完全跟平时雷厉风行的霸总气质不符, 三哥抱着价值百万的小提琴做表情包, 委屈巴巴控诉我放他们鸽子, 导致米其林大厨的豪华晚宴要被迫推迟。 我在内心疯狂感慨, 有哥哥宠爱真是好啊, 何况一来就是三个, 原本我不打算参加爸妈弄的生日宴, 大二哥黑道可靠情报, 小子打算今天对我下手, 与其千年防贼, 不如主动出击, 来个瓮中捉鳖, 劳斯莱斯的车队抵达如意大酒楼, 我发现爸爸一家还站在太阳底下晒着, 咦, 怎么回事, 我没来得及欣赏他们惊诧的目光, 西装革履的男人走到我面前, 微笑鞠了一躬, 苏小姐, 您是我们的VIP, 作为酒楼经理, 我恭候大驾已久, 欢迎前来用餐, 对哦, 如意大酒楼是二哥包下来给公司员工吃饭的地方, 所以才放心让我独自赴约, 爸爸气急败坏冲过来质问, 凭什么一直不让我们进去, 酒楼经理涵养极好, 抱歉, 我们只会优先安排VIP会员的预定, 您资格不够, 需要耐心等位, 扑哧, 爸爸本来想傲慢走人的, 但李副导演和同学们陆续到了, 他丢不开面子, 见我汉手, 酒楼经理这才把大家赢了进去, 妈妈演珠子咕噜一转, 对我说话的语气好了一丢丢, 圆圆, 你怎么会从劳斯莱斯下来, 我瞅了他一眼, 如果我说是轿车软件喊来的, 你信吗? 林锥大声驳斥, 车牌号码是拍卖才能拿下的那种, 怎么可能当网约车? 我正想着不知该怎么胡周时, 林端迈着大长腿进来了, 女生们又是一团尖叫, 小红醋溜溜地说, 苏圆圆, 难道你是蹭铃同学的车过来的? 拴Q了, 这么好的借口都帮我想到了, 我微笑点点头, 很快, 小纸的脸色变得像他的名字一样出彩, 这样子这样子的, 哪怕涂了厚厚的粉底, 都盖不住穿着昂贵华服, 却被抢去风头的怨气, 落座后, 林端低沉的声音落入耳畔, 我的座驾是麦巴赫, 你蹭谁的车? 为了阻止林端追问下去, 我给他倒了一杯菊花茶, 大哥, 不就借用了一下你的名头吗? 我请你喝茶补偿, 顶留男神驾到, 在场的人哪里还憋得住? 爸妈, 李副导演, 小子, 还有一群过躁的女生, 挨个朝他问问题, 我淡定吃着醋溜海带丝, 他在我旁边保持礼仪映着, 弄得跟开记者发布会一样严肃, 没一会, 灵端熬不住了, 原本他就是陪国际影星妈去见人的, 不能久待, 他往我手里塞了一个手表, 吐出生日礼物四个字, 然后离开, 我一脸错愕, 灵端该不会是怕我错过给他的补习时间, 才送这个吧, 顶留说走就走, 大家的注意力重回到小子身上, 彩虹屁一波波吹起来, 爸妈殷勤朝礼副导演敬酒, 试探问他, 电影女主角和女配角确定下来没有, 礼副导演打马虎眼, 只夸小子长得美, 有灵气, 硬是不给确切答案, 小子端了两杯酒来到我身边, 俨然公主一样发言, 谢谢大家参加我跟圆圆的成人生日, 我们敬大家一杯, 我不动声色喝了下去, 目光略过之处, 发现他嘴角勾出一抹得逞的笑, 小子冲礼副导演敬了几杯酒, 用甜话逗得他眼神迷离, 酒足饭饱, 大家该离开了, 小子跟爸妈说, 想跟李副导演请教剧情, 让他们先走, 看我一副不胜酒力的样子, 临追嫌弃, 不会喝别喝, 我不可能扛你回家, 小子柔声上前, 哥, 楼上有酒店, 我开房让妹妹休息一会, 顺便跟李副导演聊聊天, 爸妈一心想着小子大火, 自然没有不同意的, 小子挽着李副导演进了电梯, 我晕晕呼呼地被小红带到某个房间, 小子让小红先走一步, 免得被人发现, 他准备好高清摄像头, 要拍一出好戏, 是的, 小子知道李副导演对他有意, 一直不点头, 同意让他出演电影, 是想吊着他, 小子的算盘打得贼好, 想让李副导演睡了喝醉的我, 再用小短片威胁他, 可惜啊, 小子不知道, 我从小跟三哥玩游戏, 经常踢手, 速抢第一, 趁他不留意, 我早把下了要的红酒掉包, 不好意思啦, 坏人只能自食恶果, 当妈妈撕心裂肺赶来时, 小子身无一物, 扯着被子大哭, 李副导演解释, 都怪酒太烈了, 害他以为是在做梦, 才没把持住, 我睁着惺忪地睡眼, 敲门进来, 无辜表示自己在隔壁房间, 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事实也如此, 二哥特意让人安排了一个有秘密通道的房间, 让我带到小子要性发作时离开, 免得玷污了眼睛, 小红咬死作证, 说眼睁睁看着我进了同一个房间, 一定是我让李副导演睡了小子, 可他口说无凭, 顶层套房最近在招待贵客, 为了保护隐私, 特意撤了监控, 事已至此, 妈妈咬牙让小子别声张, 小子一脸错愕, 完全不敢相信 她的清白被人夺走, 对自己疼爱有加的妈妈, 竟不肯报警, 妈妈开始跟李副导演谈判, 要求她务必让小子参演黑色月光, 否则会保留证据告她, 李副导演也是人精, 她对小子垂涎已久, 反正吃都吃上了, 就安排一个角色吧, 女一号指望不上, 但弄个女四号, 也算参演了吗? 我嘖嘖感慨, 不愧是一座山上修炼的千年狐狸, 耍起心机来不相上下呀, 李副导演走后, 妈妈安慰小子, 傻丫头, 你进了圈子, 迟早都要面对这样的事情, 等你功成名就, 再回头找欺负过你的虫子报仇, 我安安静静听着窃听器传来的声音, 小子哭了很久, 最终接受了妈妈的提议, 发誓一定要一炮而红, 妈妈走后, 小子打电话给小红, 她恨得牙痒痒, 一定是苏媛媛那个贱人, 偷偷把我下了药的酒杯换了, 害我失去清白, 此仇不报, 我是不为人, 我在心底泛起一丝冷笑, 这世道, 就是如此黑暗, 明明是小子打算陷害我在先, 还能厚着脸皮, 叫嚣报复准受害者, 如果不是二哥洞察先机, 如果不是三哥教我的遗花接木, 玩得贼溜, 那么, 此时此刻抱着枕头痛哭伤怀的, 就会是我吧, 小子所谓的抱负很快到了, 无他, 就是买了个热搜, 编了小作文, 说我死缠烂打铃端不放, 在附上几张, 我们挨着站, 挨着坐, 挨着聊天的照片, 拍照角度, 明显是经过精心设计, 看起来轻轻热热, 这一下炸锅了, 灵端的女粉疯狂抹黑我的身份, 爆出我是刚从乡下被领回来的土包子, 虽然颜值不错, 但教养和身份, 压根无法跟灵端匹配, 二哥是搞技术的, 没怎么接触过娱乐圈, 不知道饭圈文化如此疯狂, 一时有点不知怎么入手, 我的照片被人大起底, 招黑辱骂的话, 铺天盖地而来, 可有人越看越不对劲, 都说苏圆圆是土包子, 但她吹弹可破的皮肤, 是在乡下种田能养出来的吗? 哎, 可以求个美颜攻略吗? 对啊, 我也想说, 她身上穿的是巴黎著名 个性设计师的限定款啊, 这是贫民窟的灰姑娘, 穿得起的吗? 小子气得脸都绿了, 她的本意是想利用黑粉 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哪里料到事情演变成, 大家对我的真实身份进行猜测, 更觉得是大哥财大气粗, 他粗暴砸钱撤热搜删帖子, 黑粉们骂一次, 网站管理员就删一次, 还把我的名字词条, 设置为不可搜索, 事情彻底玩脱了, 原本大家都以为我是一个厚颜无耻, 只想傍灵端上位的心机女, 可普通人家的女孩, 哪有这么大的能量一手遮天? 大家的情绪从妒忌变成好奇, 在超话下议论纷纷, 连名字都输不上来, 什么来头, 太牛逼了吧? 上一次热搜上出现这种情况, 好像还是某位跨国集团老总偷星, 刻意砸几百万全网敬名, 他们纷纷表示, 好像感觉到有一双看不见的资本大手, 在背后默默操控, 试图用金钱的魅力在互联网上演八卦消失术, 舆论风向又开始朝魔幻方向发展, 有人认定我就是超级财阀的千金, 否则跟灵端传出绯闻, 团队怎会坐视不管, 换作别的女生, 早八百年就车热搜了, 还有人爆料, 苏千金的手表是高级定制, 如果我没看错, 灵端在去年滑雪时戴过, 价值百万呢? 什么? 虽然我对小钱钱的树木没啥感觉, 但一想到灵端送天价手表, 只为了提醒我补习别迟到, 又觉得他比我败家, 好巧不巧, 有人放出我跟三哥手玩手逛小吃街的照片, 舆论再一次爆炸, 天啊, 我几乎妒忌死这女生了, 别说什么一脚踏两船, 光是能搞定顶流和天才小提琴家, 就是了不得的本领啊, 求求了, 美女贴贴可以出一本书教教如何攻略顶级男神吗? 我无意中成了网络最神秘的红人, 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 人不想红他偏来, 让人哭笑不得, 不过, 这也不是没好处, 起码镇住了班上的长蛇腹, 他们很聪明, 虽然知道我跟小子是名义上的姐妹, 但不敢随便往外说, 当然, 里面少不了灵端的手笔, 小子见我火得比他厉害太多, 整容过得鼻子差点气歪, 他辛辛苦苦绸缪那么久, 全给我做了嫁衣, 还白白丢了真结, 爸妈只好劝小子, 灵端只是对我一时新鲜, 才会替我做这作呢, 等风头过后, 再找机会教训我, 李富导演没有食言, 真给小子安排在黑色月光, 演女四号, 这部电影前期绸缪很久了, 万事俱备, 只带找到合适的女演员, 开机仪式上, 电影总导演出现, 这几个月, 他翻山越岭, 只为找一个特别有灵气的原生态女生, 最后真找到了, 非常契合援助, 灵端以考试在即为由, 把我喊到片场随时辅导, 我无需参加高考, 就当初来看热闹, 小子让妈妈租了房车, 没戏份也提前进场, 妈妈同意, 她觉得小子文化课完全没问题, 要趁机多结识有用的导演和大咖, 才是王道, 小子破罐子破摔, 经常黏着李富导演讲戏, 企图从他身上榨干最后一根汗毛, 受了小子的耳旁风影响, 李富导演一看到我就横眉竖眼, 没点好眼色, 那天, 灵端跟女主去拍总导演的戏, 让我留在剧组休息, 小子开始作妖, 他有一场被推下水的戏, 但要求替身眼, 李富导演心领神会, 他毫不客气指着我, 那个谁, 你身材跟小子差不多, 替他完成拍摄, 我当然不愿意, 片酬又不归我, 凭啥吃这个苦, 妈妈见灵端不在, 乘机教训我, 圆圆, 你抢了姐姐的男人, 我们都没怪你, 现在只是帮忙拍一场落水戏, 干嘛斤斤计较, 哈哈哈哈, 什么叫做我抢了小子的男人, 灵端除了保持基本的礼貌, 有跟他说过半句多余的话吗, 见我不肯配合, 李富导演吹鼻子瞪眼, 别以为网上把你捧成千金, 你就真变成公主了, 当心被我爆料, 你马上打回原形, 看着他乱晃得肥头大耳, 我突然觉得挺恶心, 小猫逗老鼠的游戏玩够了, 收场吧, 我随手在手机敲了一行信息, 不到十五分钟, 李富导演接到总导演的电话, 急得满头是汗, 不是, 总导演, 你什么意思, 金主爸爸和原著小说坐着那边, 齐齐要求不许我再参与拍摄, 那总得有个说法吧, 李富导演过于心急, 不小心按了扬声器, 那头传来总导演严肃的声音, 小说作者举报, 说你为了睡十八线演员, 故意安排不符合设定的演员参演, 老李, 我们是要冲大奖的, 有你这种污点导演在剧组, 会连累我们整部戏不能播出, 你赶紧收拾包袱走人吧, 李富导演气急败坏地骂娘, 他冲着妈妈发火, 不是说这是没别人知道吗, 你们玩音的, 妈妈大惊失色, 新晋女演员被潜规则的事, 一旦传出去, 小子星图要彻底毁了, 他摇头无脸, 我没有, 李富导演再也连不住情绪, 朝他脸上狠狠甩了一个耳光, 小子想阻拦, 他照样下狠手打, 打累了才骂, 小贱人, 别以为我不知道, 是你网酒里下药, 自己送上门来, 还敢威胁我, 我如果不能在这行混了, 你也别想好过, 小子绝望无比, 妈妈更是痛声大哭, 现场不少群演看到这一出闹剧, 纷纷举起手机拍下来, 没了实权的李富导演大吼大叫, 也没能阻止他们把事情发到网上, 小子浑浑噩噩回到家, 妈妈破口大骂, 大好前途被你自己毁了, 摆出臭脸给谁看, 小子眼里充满失望, 他不敢相信, 为什么最近每次落难, 妈妈都不是给鼓励, 而是落井下石, 我吐槽小子太天真, 十八年都没看穿 妈妈凉薄的本性, 爸爸也把小子骂了一顿, 怪他自作主张, 爬上男人的床, 只有林锥在极力维护, 小子够惨了, 为什么你们还要怪他, 小子没有错, 错的是那个把持不住的老男人, 我忍不住扑吃一笑, 小子给李岛下药, 把人家拖下水, 怎么到头来还要怪人家, 睡了他, 林锥这是重度绿茶癌发作吧, 没得治了, 小子像要睡导演的精彩故事, 一下子在网上流传开了, 吃瓜群众唾弃, 年纪轻轻想走捷径, 活该被埋, 听说是他妈妈默许的, 跟好色导演有秘密协议呢, 幸亏总导演雷厉风行啊, 马上撤销跟假公祭司的副导合作, 小子崩溃了, 不管他走到哪儿, 都有人指着点点, 到后来, 他连学校也不上, 高考也不参加, 打算装一段时间柔弱, 再想办法复出, 小子出事后, 爸妈对我的态度, 一下子大转弯, 圆圆, 你现在是我们家的希望, 你跟灵端关系这么好, 请他动用关系, 让小子重新有机会进娱乐圈吧, 我微笑摇头, 态度异常坚定, 在小子企图偷拍我洗澡后, 二哥对他和小红进行大起底, 结果挖出一大堆黑料, 初中时, 这两人就霸凌过不少女生, 一个唱白脸, 一个唱红脸, 还害一个可怜的女孩自惨, 小子很聪明, 只动嘴皮子, 让小红当打手, 二哥把小红伤人的确凿证据移交警方, 天网灰灰, 他犯事时满十四周岁了, 等待的将是法律制裁, 见我打定主意, 见死不救, 妈妈目露凶光, 早知道你这么没良心, 刚出生就该把你掐死, 我朗声大笑, 你们其实想过把我敲声无息弄死的, 只不过天意弄人, 没来得及而已, 爸爸脸色大变, 圆圆, 你胡说什么? 我没有, 在我刚出生的时候, 就得了非常严重的肺病, 需要很多钱治疗, 妈妈面无表情看着我, 像看着一坨废物, 她从很穷的山里出来, 以前村子有人生了不想要的女婴, 都是随手丢掉, 妈妈对爸爸说, 养出带重病的孩子就是累赘, 没必要留着, 爸爸吃她的盐, 一向盐听计从, 正当她准备放弃对我治疗, 打算抱到厕所冲吊时, 电话响了, 老家拆迁办打来的, 对方声称家里多一口人, 就多一套房, 爸爸抱着我这个烫手山芋, 一时不知怎么处理, 妈妈说, 那就先留着, 等房子到手, 病死就病死, 在他们云淡风轻决定我的生死时, 隔壁有个女人正在偷听, 她没了丈夫, 家里很穷, 想给刚出生的女儿找一对有钱父母, 趁着夜黑风高, 女人偷偷把我跟小子调包, 再然后, 她把我装在小篮子丢到河边, 让我自生自灭, 幸亏我遇到了养父, 她请来医学泰斗, 救下命悬一线的我, 我跟小子从此踏上了不一样的命运旅途, 一觉醒来, 爸爸发现病泱泱的女儿变成健康女婴, 不知是喜事碑, 妈妈淡定指挥, 先把小子接回去养了, 房子到手, 再找理由送去福利院, 但没想到, 小子挺有福气, 年纪小小被人看上, 拍了人生的第一条广告, 爸妈拿着广告费做点小生意, 慢慢积累下财富, 他们愈发觉得小子是福星, 决定当宝贝一样照顾, 算是长线投资, 直到某天, 跟爸爸不对付的亲戚, 发现小子不是他们亲生女儿, 那人扬言, 要到宗祠揭发他弄虚作假, 把房子追回来, 爸爸只好出具我的出生证明, 正是妈妈确实生过一个女婴, 只不过被人报错了, 为了平息舆论, 他们煞有介事, 弄了寻人启事, 但如意算盘, 打得琵琶响, 他们认定我病得非常糟糕, 肯定早就活不了, 哪曾料到, 过了将近十八年, 有人透露我还活着的消息, 爸妈是打算让小子 当大明星的, 他们不想在他红起来后, 被人戳着几两骨, 大骂一气亲生女儿, 这才找上门来, 见我得知真相, 爸妈不再收敛脾气, 爸爸说, 把你带到这世界就便宜你了, 你对老子又有什么贡献, 妈妈说, 别以为攀上凌家, 就后顾无忧了, 我们只是小生意人, 根本高攀不起, 你如果聪明点, 就让小子东山再起, 让他做你的靠山, 哈哈哈哈, 真好笑, 我有三个宝藏哥哥, 哪里需要一推就倒的纸壶靠山, 见我拒绝, 爸妈把气撒到小子身上, 你也一样, 白想我们砸了这么多钱, 真是养了一只蠢猪, 只知道自毁虔诚, 小子的脸苍白无比, 我怜悯地看了他一眼, 有时候, 人性真的自私地可怕, 看清他们的真面目了吗? 当你不再是摇钱术时, 就只配得到像我一样被抛弃的命运, 劝你不要太傻太天真, 被人贩子卖了, 还帮人数钱, 鉴于小子手上沾满了霸凌者的鲜血, 以及曾想如我清白, 我不介意在他心头多划几刀, 让离间的种子在他们之间生根发芽, 小子嘴唇颤抖, 他在迟钝也明白过来, 爸妈所谓的爱, 是建立在他能赚钱的基础上, 一旦失去带来好处的能力, 会被视作吃闲饭的米虫, 迟早被人无情抛弃, 屋里的气氛很乌烟瘴气, 我感到一刻也待不下去, 拉开门走了出去, 天凉了, 爸爸的生意该破产了, 我回到大哥买的五百坪大别墅, 放着三哥特意为我录制的小提琴原声大碟, 在二哥打造的声控浴缸泡澡, 寒冷的心迅速得到回温, 我并不是第一天得知自己的身世, 小时候我的肺病一直没断根, 要斟酒吃药, 不能四处乱跑, 我经常缠着喜欢看书的二哥讲故事, 直到他肚子里的祸掏空, 就化身网瘾少年, 为我搜罗更多的故事, 人间百态听多了, 我开始好奇自己的身世, 二哥不愧是科技鬼才, 通过蛛丝马迹, 挖到我出生时的医院, 甚至找到当初把我吊包的女人, 只是在我们见到女人时, 她病得奄奄一息, 刚把我被患的事情说出, 就离开这个世界, 大哥揍了二哥一顿, 骂他增添我的烦恼, 我摇摇头, 我从未想过认亲, 只是好奇, 为什么别人都有亲生父母和亲血缘的兄弟姐妹, 而我只有养父, 以及三个哥哥, 听完女人的讲述后, 我才知道自己是如此幸运, 遇到一生行善救人的养父, 还有三个见不得我吃苦, 恨不得摘星星捧月亮给我的哥哥, 洗完澡出来, 发现客厅的灯黑了, 停电了, 正当我摸索着墙, 想去巴拉备用电源时, 听到砰的一声, 纸烟花落在发烧上, 暖暖的灯亮了, 三个哥哥猝不及防, 出现在眼前, 刚才还空空荡荡的客厅, 此刻摆满丰盛无比的美食, 还有堆积如山的礼物, 我又惊又喜, 你们怎么都来了? 大哥声音沉稳, 圆圆, 你的生日, 我们怎会真的错过? 二哥一边偷吃坚果, 一边念叨, 洗这么久, 很喜欢我送的黑科技浴缸, 三哥的小提琴声, 开始奏起生日快乐, 大半辈子, 在山里给人行医的养父也来了, 他替我把玩卖, 确定肺部的救换, 完全康复, 这才中气十足道, 来看看你经一世, 有没有长一致, 我的眼睛湿湿的, 物质守恒定律有说, 无论发生何种变化或过程, 其总质量是保持不变, 对于我而言也一样, 曾经以为此生无缘的亲情, 命运用另一种形态, 大大补偿了我, 拥有一生行善的养父, 还有三个媚控哥哥,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分, 黑色月光杀青石, 金主爸爸从百忙之中抽空参加, 李富导演怀恨在心, 提着一桶汽油出现, 违逼金主爸爸再投资一部电影, 让他长静, 我站得离李富导演有点近, 他看到我火冒三丈, 直接掳了当人质, 金主爸爸大声怒吓, 别乱来, 我给你投资一个亿, 马上放了他, 众人哗然, 按赞金主爸爸真是爱护生命, 李富导演显然没被人用钱砸晕过, 心态有点崩, 你说神, 什么? 一个亿? 他激动得口齿不清, 金主爸爸以为他嫌少, 不耐烦道, 不够, 那就十亿, 一副不按常理出牌的样子, 让李富导演不知怎么接招, 趁他分神, 我用头重重撞了过去, 在李富导演忙着摸下巴的一瞬间, 把打火机抢了过来, 保安赶紧上前把他制服, 事后主持人采访金主爸爸, 您今天说愿意拿十亿来换一个普通人质, 是真的吗? 当然, 不过, 我强调一下, 今天勇敢为我们排除危机的不是别人, 而是我妹妹, 我看着大哥无脸, 他继续补充, 同时, 他也是我们这部电影的同名小说作者, 此话一出, 全场沸腾, 正当大家的目光四处搜寻时, 我被三哥拉上舞台, 你都十八岁了, 还不打算给三个哥哥名分吗? 当晚, 热搜前十爆掉了, 此前, 我的身份就在网上被人猜测, 有了大哥站台说话, 三个哥哥的身份互之欲出, 而我是大佬们千金妹妹的秘密, 再也藏不住, 一大群女生摇旗呐喊, 想成为我嫂子, 有更多人为我的文学创作才华折服, 各大出版社纷纷发信息来约稿, 我的电话, 被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打爆了, 热度比前段时间又涨了几十倍, 天蒙蒙亮, 爸爸就打电话过来, 抱着看好戏的心情, 我接了, 圆圆, 我看到昨晚的热搜了, 你竟然是金矿大佬的妹妹, 爸爸公司快不行了, 求你让大哥快投资吧, 当作是我们把你生下来的回报, 妈妈抢过电话, 换上了我从未见过的温柔语气, 圆圆, 当年我们真不知你被调包了, 否则追到天涯海角, 也把你找回来, 妈妈睁眼说瞎话的本领又提高了, 我笑了足足十分钟才停下, 治病不能靠偏方, 做梦还得回床上, 天没亮呢, 想我帮你们继续做梦去吧, 在他们骂骂咧咧之前, 我把电话挂了, 每每睡了一大觉, 好像从来不曾受到什么伤害, 再次听到爸妈的消息, 是小子上了热搜, 词条是养女亲手用刀捅伤养父母, 听着血淋淋的, 爸爸向我求助无果后, 妈妈天天责骂小子当初得罪了我, 害全家吃苦, 小子被我点醒后, 开始审视爸妈的薄情, 日复一日, 早生出巨大的失望, 公司面临破产, 妈妈不想过苦日子, 想让小子破罐子破摔, 去陪大老板睡觉, 给爸爸换投资款, 小子爆发了, 他趁这对唯利是图的夫妻入睡, 拿着锋利的水果刀扎了十几刀, 妈妈伤及脏气, 爸爸的肠子都掉出来了, 临追吓风了, 急忙报警把小子抓起来, 连夜把爸妈送到医院急救, 临追找过来让我垫付医药费, 怎么可能呢? 早在他们决定选择让我死亡的那个晚上, 就切断了一切血脉之源, 临追固步的尊严, 跪在我面前拼命磕头, 我勉为其难, 从包里掏出一枚硬币, 不好意思啊, 现金就只有这么多, 你拿去吧, 不用还了, 绝情吗? 可二哥说过, 如果我不是被吊包, 恐怕早被人丢到厕所淹死, 世间是有阴才有果, 怨不得任何人, 临追无奈, 只好卖掉房子给爸妈治病, 等伤养的七七八八, 才搬到冬冷下热的出租房, 再后来, 就没有什么好消息传来了, 横扫影坛多个大讲时, 我和灵端早上了大学, 在我的耳提命面下, 他考了文化课第一, 够粉丝吹一年彩虹屁, 年度颁奖礼上, 灵端实至名归, 拿了最佳男演员, 他把奖杯丢到我怀里, 认真看着我, 我第一次读这本小说时, 就感受到一种向死而生的力量, 很佩服作者, 但这作者神神秘秘的, 我找了很久, 才发现跟你三哥有点关联, 我摸着奖杯, 撇撇嘴, 所以, 你一开始不肯帮我们处理黑粉, 就是想跟我们搭上关系, 灵端抱着我亲了亲, 聪明, 不愧是我的天才小说家女友, 请问下一部最佳男主角作品, 什么时候写出来? 我正要以稳作答, 眼角余光瞥见背后居然有人, 我急忙从灵端怀里蹦出来, 大哥, 二哥, 三哥, 你们怎么来了? 大哥不愧是霸总, 偷听到这份上, 还能拿出手机假装淡定谈生意, 二哥一副被抓包的样子, 善善问, 有没妨碍你们亲亲? 三哥修长的手指把玩着小提琴, 要不, 我给你们拉一步之遥助兴, 三个哥哥排排坐下, 琪琪发出伤怀感慨, 好不容易养大的小白菜, 居然被猪拱了, 灵端架不住被调侃, 红着脸, 主动起身去厨房切水果, 仗着有人为我撑腰, 我理直气壮, 让灵端把西瓜喂进嘴里, 人间烟火气和此起彼伏的笑意, 让幸福感弥漫满怀, 感谢缘分, 让我有幸与命定之人相遇。